大家好 我们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在Zoom见了 去年的直播都是在视频后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跟成长部落的伙伴 咱们这样聊 很久没有了 然后呢 今天我特别开心来请到华峰 我们刚才叙旧来着 是我们啥时候认识的 2016年的夏天 我在国内开办第一次现下工作坊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胆子挺大的 其实2016年我才当教练 当了其实不到两年 然后而且是之前都是服务在北美的留学生 其实对国内的职场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当时觉得我好像懂很多东西 然后就不知者无畏的办了两场 一场在深圳 一场在上海 我记得 然后华峰那时候是在深圳的 第一批 所以我们就认识很久了 快八年了 七年半 然后华峰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 那个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敖花芳 我呢是在律师书所工作 是一名律师 我主要从事的业务呢 是跟证券发行上市相关的一个业务 最初我这份工作基本上 特别特别多的出差和加班 我印象我是16年年初的时候 刚从一名高年级的律师 然后升到合伙人 那个时候我是特别不适应我自己的状态的 就是从一个就是每天做案口工作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就是律师吧 然后一下就是要去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其实最主要的是会涉及到市场方面的呀 包括跟一些客户的沟通 那个时候我是特别不适应 甚至产生了想法 我到底适不适合做律师 再加上本身工作挺忙碌的 然后增加了这一部分工作之后呢 那我肯定会把我自己的个人的私人的时间进一步的压缩了 本来我当时就觉得 我80%到90%的时间都是在工作上 那再加上自己要去尝试的一些工作 就会导致我的私人的时间压缩到极致了 然后跟家里人的关系也都很紧张 然后那个时候的工作呢 也很难兼顾好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对我来讲 就是基本上是一种糟的一种状态 我也是那个时候刚好看到丽丽老师准备在深圳这边举办一个北极新工作坊 那时候是可以给大家在工作上 就你的成长方向啊 你的职业的困惑呀 可以给我们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帮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丽丽老师是一点都不了解的 但是我看到那个时候的那个不能叫广告吧 就是我已经忘记是发在公众号还是发在什么地方的 就是一个工作坊的招募的公告 就特别想去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就是经历了就是当时的工作坊的那些 虽然你刚刚说你说无知者无畏 但是实际上我真的觉得那一场工作坊下来之后 我的内心啊 我的内心真的是安定了很多 我当然不知道 你现在说我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好像你有甚至想说 对要不要做律师 当时一个角色转换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合伙人 其实我觉得律师合伙人 还有会计事务所合伙人 可能咨询公司也是一旦升到合伙人之后 其实主要工作变成销售了 对吧 就是获客 就是获客 特别擅长 特别发出的 所以这时候就怎么做都不对 对 所以后来就是说 后来我就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就是 我觉得可能也有你想都七八年了 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个被迫暂停的时候 是具体是什么时间 但是在那个之前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从那之后呢 因为我决定还是留在律师行业继续去做嘛 那么做的话就是 很多时候其实是模仿其他的 我认为特别优秀的 做得很好的那些合伙人 我会去努力的去推销自己 努力的去参加一些行业活动等等 就除了我的那个本职工作之外的话 还有很多这些所谓的social的工作 这样大概持续了三到五年吧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因为经历的稍微多一点 我会比之前会更有感觉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 那个时候因为 我太想做好这件事情了 正因为我太想做好 所以很多时候 用尽全力之后 实际上 那个付出和回报并不是 对等的 对我来讲 不是对等的 当时的话就是 可能对我来讲 就是加班的时间特别多 我可能 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些我自己的原则 可能我觉得我承诺给客户 我什么时候要给你一个东西 那么我一定会在这个时间之前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工作 它的不确定性太强了 不停的有心的过来 那么我为了完成我自己给自己定的这个原则 我经常加班 通宵通宵的 有的时候 就我们的行业因为 本身是涉及到股票发行上市 季节性的 时间点之前 你必须是得把所有的申报文件提交上去的 所以 人也都是属于这种加班特别多的 我印象 刚开始我就是觉得睡眠不好 失眠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皮肤病 就是各种湿疹啊 各种上火的那种症状 那个时候也 哎呀 那个时候还算是年轻 比较能扛得住 没有太在意 然后到了大概19年的时候吧 我就开始发现就是 我经常全身酸痛 我以为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我出差特别多嘛 到处奔波 会导致我这个身体特别疲倦 又没有休息好 没有太当回事 因为我长期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其实我是会固定的去看一个就是中医的医生 让他帮我调 我后来有几次去的时候 他就突然跟我建议 他说 你去就是一个专科医院去查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基于对他的信任 我就去查了 结果查完之后呢 一个星期之后去看报告 因为那个医院也是别人推荐的一个专科医生 是就是属于这种疾病的 就是最顶级的专家的那一种 我是挂了他的号 做完检查过去 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我坐下来之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搬入院吧 我很惊讶 我就觉得因为当时我就觉得 我说这个医院是不是有点过度治疗 因为他让我做检查的时候 做了很多很多项的检查 就是我觉得好像我 就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项的一个检查 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你要是现在能办住院 你就现在住院 如果不行你明天来 我当时就觉得我说 我有这么严重吗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除了我的全身关节痛之外 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就在这样跟他去说 他当时就说 他说你的这个检查结果很不好 因为当时我是检查出来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 这种疾病叫内风湿性关节炎 就是RA 这种疾病呢 当时好像我看了一下简介 那时候我看的查到的是说 这个病是属于智慧组织 还在第四位难治疗 相当于这个最难治的就是 癌症 艾滋病 肩动症 然后就是这个病 天哪 所以当时他说你这个是预后情况特别不好的 不可能呀 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出差嘛 我怎么马上就住院呢 我说 我说你能不能先给我开药吗 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所以 所以后来就还是给我开了一些药 然后呢 我就开始就是 我真的是 那个时候是一门心事在工作上 我想着怎么样把手头的这些 这些事情赶紧把它处理完 然后结果就是从那之后大概过了一两个月 我就突然发现就是我的生活治理能力在开始上市 我发现我的手肿了 我没有办法扭瓶盖了 我发现很难了 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换衣服 然后很快很快我就发现 我自己真的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他那个 所以其实医生是非常负责的 因为他查的那些指标 非常肯定地跟我说 让我马上办住院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足够的重视 所以一下就 整个人除了躺在床上 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 那个时候我印象是我妈妈照顾我嘛 就我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花了半个小时我也没有穿好衣服 然后我就特别的痛苦 那时候在想 因为其实说到这里我就在想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才真正的理解 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这一回事 除非你自己经历过 你其实没有办法理解 当时的那个人在那个情况下的一些感受的 所以在那之后我就开始了 那我的工作就必须得暂停 停不了 我比较好奇啊 好方就是当医生说让你马上住院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你没有被足够吓到 就是 对 我没有当毁 有时候觉得医生是个骗子吧 或者说他想 这个医生是不是有点太过度治疗了 就是有点太吓唬人了 我是觉得我自己当时也太那个什么了 太无知者无畏了 其实是 我就想到一个就是好像不到黄河不落泪是吧 就是个躯体反应 好像不到你已经觉得真的是不正常了 然后但当你在床上 你说你半个小时也穿不好衣服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恐慌吗 就是我我当然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我会非常恐慌的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就是就是 好像已经自己已经不受我自己的控制了 那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当时心情是怎么样 哎呀当时就 我觉得其实是蒙掉的状态 很沮举上 因为那个时候就特别痛 我记得就是很强力的止痛药 其实都没有办法止住我全身的痛 那时候就基本上别人碰我一下 我都会觉得我痛到不行的那一种 翻身也翻不了 其实说到这里 我之前是有一个初中同学 他也是这个疾病 我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 就是他在高中阶段 其实就就关节发生那个各种变形退化了 然后后面大学过后他就坐轮椅了 然后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基本上都是 他是没有就是他的 整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没有办法自己行走的那种状态的 就是完全是要靠人来去帮助他的 我当时就想到他的状态 其实心里是很恐惧的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 不会我这么运气差吧 不会到我身上吧 也许是这个临时性的 会不会就是不会到那种程度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整个人的状态 第一是懵的 第二呢就是 我总觉得就是 我有很好的那个中医的医生帮助我 我觉得没关系的 因为我向来就是你也知道 我其实对中医会更感兴趣一点 有时候我会觉得 西医好像很多时候都会说得很吓人 所以就没有太当回事 但实际上真的到那种程度 就慢慢一点一点的发现 我吃饭的时候我连筷子都拿不住了 到这种状态 包括甚至就是 就是有一天发现 我连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助 就一天发现 我是到那个时候就崩溃了 崩溃之后就 哎呀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 其实也会有人 有朋友就 你在做什么呀 为什么好久都没有看到你 我印象我说很快 大概一两个月 我就完全崩溃了这种生活自己的能力嘛 那个时候我真的 我谁都不想见 我甚至连除了我 我妈 我家人 就是小姑 我小孩之外其他人 我都不想告诉 嗯 我都不想说 我就 甚至是你要说到恐惧的话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就是严重到 我发现 我躺在床上 我没有办法翻身 嗯 我其实在那个阶段 是有想到过一些 比较极端的做法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太痛苦了 因为我24小时 是属于那种痛的状态 就是痛到极点 非常困的时候 可能睡过去一会儿 然后马上又会被痛醒的那种状态嘛 嗯 就特别难受 当时我就在想 哎呀 我这还不如这个 挂掉算了 但是其实你发现 真的你要挂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让自己挂掉 嗯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 哎呀 还是我妈妈和我小孩嘛 嗯 因为我妈妈 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 她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 但是她为了照顾我 所以 她当时的时候是 压抑住她自己的 那些情绪的 一直在安慰我 一直在 给我 做各种 就是 她听到的呀 她看到的那种 所谓的辅助的治疗方式 嗯 然后我 后来就觉得 如果我真的挂掉了之后 我妈妈怎么办 我小孩怎么办 嗯 所以 那个时候就有 很强烈的那种 求生的欲望 嗯 也正是因为这种 强烈的求生欲望呢 然后 就 当然也 试了很多 很多种的治疗方法 嗯 那个时候 嗯 就是 嗯 因为 西医的治疗方法 它都是特别固定化的一些方法 因为 跟我说了 这种病 只能缓解 没有办法治愈 我不相信 我就觉得 如果我以后都以这样的方式来生活 那我宁愿不活 嗯 后面就是 其实这个 这个当中就是 嗯 就是 也是非常高额的那个医疗费用 最后发现 我经过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 我就 非常绝望了 因为我发现真的不会好 而且真的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去医院 看到各式各样 到后期的那些人 因为我看的那个医生 基本上都是 嗯 都是很严重 才到 才到他那里去的 所以看到的是各种 做轮椅的 或者各种上司 生活治理能力的人 我每次看的那些人的时候 就想着 我以后也跟他们是一样 我要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嗯 当然 还好啊 就是这个阶段 并没有持续太久 后来也是 然后就是 其他的方式 然后呢 就很快的 相当于是对症下药一样的 就是 我大概 那样的方式的治疗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 我能自己走路了 嗯 然后我能那个 就是正常的 就是我自己去吃饭啊 穿衣服这些 就一下就 感觉自己又 活过来的 嗯 我想 稍微倒回去一点 就是说 当你决定说 你所有的工作 必须停下来了 嗯 就是说 那个点是你那天早上 觉得 就是半天都 穿不好衣服的时候 其实没有 嗯 真正的挺 因为穿不好衣服的时候 我还在开电话会 我现在在想想 我那个时候 完全是把我自己的意识 和我的身体 完全割裂开了 嗯 因为我当时 其实那个时候是 因为有一个项目是正临近申报的阶段 我当时都觉得 我就很想我快点弄好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如果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就是往后拖延了 我觉得我怎么 我怎么负担得起这个责任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嗯 很多事情都是自以为的 我把那些事情 真的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甚至那时候 除了一部分担心家长 另外更多的是想着 我怎么样 那么多的客户在需要我 那么多工作需要我完成 那团队是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到了我这里之后 突然没有办法往下了 怎么办 我竟然还在想这一些 但其实后来等我恢复了之后 我发现 那个时候十万火急的事情 其实隔了大概差不多一年之后 我发现那个事情还在那 就是等我好了之后 恢复工作 发现很多十万火急的事情 到了一年之后还留在那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嗯 嗯 所以真的就是 这一段经历啊 就是在当时对我来讲 是特别特别痛苦 很难受的 但是过后了之后 我其实非常感谢这一段经历 嗯 那你是到到哪一点 你觉得不得不放下工作 嗯 就是我想想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我发现我连上厕所的时候 都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嗯 就整个人就崩溃掉了 就是因为 就那种感受会特别的不好 嗯 因为我觉得对 对上厕所就是一种 我觉得人自理的最后一条底线 甚至我觉得也是人的尊严的最后一条底线感觉 就是 就是我一下就 就整个人就觉得 啊 我什么都不想了 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除了关注我自己的身体 那个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了 其他的我都没没法管 我也管不了了 我都到了这样的地步了 我还能管什么呢 嗯 所以你就发了个email说我不来了拜拜 怎么讲 那没有就是 那个时候大家也还是团队的嘛 所以基本上只是 只是会跟客户说 我那个生了比较严重的病在休假 然后工作都是分给其他同事在分担 嗯 我自己的话就基本上就不接电话 也不会有件 就整个就全放下来 那你到了恢复的过程中 就什么时候你 就开始在 就是反思你和工作的关系 反思我和工作的关系 其实是我恢复的七七八八之后 其实这个中间啊 因为我除了 那个时候躺在床上 我除了能看手机 能看书之外 我也干不了其他的事情 嗯 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来去看 过去我没有看的那些书 嗯 还有去 还有去漫无目的地刷任何东西 过去想看的剧 发现也没有吸引力 然后各种综艺节目 发现也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最主要的是 这个阶段 就开始去有一些 更深刻的一些思考 就人活着到底是要干嘛 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是 如果说 我当时都想过 就是如果说 我就突然挂掉了 嗯 我存在的那个之前的时间 到底有什么意义 人挂掉之后会去哪个地方 就真的就开始会去想这一些 想这一些之后呢 就会去读这一些相关的书 也会去听一些这一方面相关的一些 视频啊 讲座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 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去 读一些就是古代的所谓的经典 这就是 可能放在过去我完全不会读的 比如说大学中庸啊 比如说道德经啊 比如说易经啊 当然还有那个皇帝内经 这一些 这个时候来看这一些的时候 其实就跟之前看书不一样了 也许一段话 一句话 我可能会看半天一天 包括 很多东西就是 其实讲的很多的 包括甚至就是 我在参加工作坊 还有后面就是 有跟你一对一沟通的时候 你跟我讲的那些东西 我会发现就是 我其实根本没有听进去 或者说 听进去了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它 就是知道 和真正的理解 和真正的做到之间 真的是 真的是差四万八千里 就一个 很简单的 就是 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都是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年性的 这么简单的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其实我是真的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才慢慢地发现的 是 这个病 放到我自己身上 确实是一个灾难性的 但是没有这个病 我觉得我自己 不会从那种 红红噩噩的状态当中 清醒过来 我可能还是每天流程化的 我是被工作安排走的 而不是我自己 做工作 因为那个时候 每天 就是各种电话会 然后回邮件 改合同 今天要建这个 明天要建那个 然后还有不时的突发状况 我还要再调整我的时间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习惯于一个 一个清单 我每天完成哪些 如果说这个清单被破坏的话 我自己就会很烦躁的 但是这种烦躁 大多数只能是 在自己身上去内耗 我不能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去表现这一些嘛 所以很多时候 我的坏脾气是 发泄在我的家里人身上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 家里也是整个氛围 特别特别的不好的 等我就是到了这种 没有办法工作的状态之后 工作停下了嘛 然后我发现 刚开始一个星期 可能会有很多的电话来找 我也不想接 我就不接 等到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电话了 然后 其实根本 世界照样运转的 没有什么 除了我的家人 是真真正正的 会担心我 然后也不得不照顾我之外 其实真的就是 那个时候也才真的理解到 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缺了谁都是照样转的 除了对你家人的影响 会稍微大一点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真的发现 我真的 好久好久好久 没有这么大段的时间 跟家里人待在一起 甚至那个时候 因为我很 很痛嘛 我对家里人的脾气 也是很不好的 他们都 忍受着我 那个时候 所以我其实真的是 很感谢我妈妈 很感谢我家里人 在那一段时间 对我的容忍和照顾 那后来你觉得就是 你这些思考之后 觉得对你过去的人生的意义 有什么样的结论 以及你对未来 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其实这个就回到 最初的时候 在北极星工作坊 包括后面的很多的 就是你的讲座里头 提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 任何时候 你都是可以有选择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 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当时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我就在想 那么多事情在那 你有选择吗 你除了把它完成之外 你能选择什么呢 但是其实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真的发现 自己是有选择的 你 就是 虽然说 我是因为这个生病的原因 我选择了 就是 我不接电话 我也不回邮件 然后直接跟工作 硬性的脱节 但是 在这种时候 其实还是 还是一样的 我仍然是面临选择 这个选择是 我在医院 治疗 还是 在可以允许的情况下 我在家里治疗 这也是我的选择 我可以选择 我完全的去 接纳我身体的疼痛 接纳我现在的这个状态 还是选择我非常抗拒 我就是发脾气 我就是各种的不满意 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但我 我其实这里说到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转的 就是 我刚刚也跟你提到嘛 就是 医生在跟我说 我马上出院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在意 甚至到后面 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都没有在意 我始终觉得 我可以治好的 但是就在那个 我完全上市 生活治理能力 然后经过了 所谓的最先进的 各种治疗方式 都上了之后 我发现没有用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是真的真的 觉得 要放弃了 不行了 但是 但是 正是到了 完全的接受自己 会像我的那个朋友一样 就是走向残疾 走向 那个就是 可能更糟糕的一个结果 但其实是真的 到了 那个时候 我就会发现 会平静下来 那个时候 我会想一些 就是 甚至会去想一想 我怎么去安排 我后面的事情啊 我怎么样去做好 那些准备 去 就是以后我妈妈 我小孩 可以 有哪些人来 来帮我去照顾 各种吧 就是当 把这些 当做这些事情 慢慢做下去之后 我就发现 我就整个人 就平静下来了 当平静下来了之后 我真的去接纳了 这些之后 我就发现 哎 我好像状态是 比之前要好了 嗯 而且我当时就觉得 我不去看 所谓的各种文献 对这些疾病的介绍 以及各种 不好的那些 我全部都不看了 我就固执地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说到这里 我觉得我之前 是挺固执的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 所有的性格 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正是因为这份固执 其实在这一场 生病当中 也帮了我 因为这些所谓的 所有的西医的文献 都是说 这个病后面 就是特别严重的状态 到后面 就是你的五脏六腑 完全都 呃 就是损坏之后 后面就去世嘛 那我心里就 就想着 反正是治不好了 那死马当活马医呗 我就试试 其他的方式呗 我那个时候就 尝试过很多 包括自己 我自己 呃 稍微好一点点 我能坐起来的时候 我就 慢慢的静坐呀 慢慢的去 呼吸呀 练呼吸 甚至是练一些 所谓的站桩啊 就各种的 所有我觉得 可能对我有 好处的这一些方式 呃 我完全不去想 后面会怎么样 但是正因为是这样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状态 越来越好 但其实最后 这个病 呃 能更快的好起来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 无意当中 就是 刷到一个人的微博 那个人 他是说是 通过一些传统的方式 来去 疗愈嘛 我后来就找了这个人 然后呢 用 就是 经过他的这些方式 我觉得我自己 会有个 很快速的 比较好的一些转变吧 嗯 从呢 之后 呃 其实说起来 我觉得他跟心理医生 没什么两样 呵呵 就有 有一点 更悬 比较 比较悬悬的一些方式 实际上他更多时候 他是 他是在跟我聊一些问题的看法 他是在 帮我去改变一些观 观念 是在帮我正知见 嗯 通过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真的是 发现我自己在全然地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身上所有的不好 现在所有的不如意 当我接纳之后 就发现就好像 就明明当中有一股力量一样 我就觉得我自己在 有内而外地恢复 所以我真的 慢慢地 相信就是新的力量 其实是真的是很强大的 我也慢慢相信 为什么就是有一些癌症患者 就是可能治疗无望了 然后去旅游 然后很开心之后 发现 哎 也康复了 其实我跟这个是没有太大区别 跟这个是一样的 实际上是真正地接纳了自己的状态 不去给自己设任何的期待和想法 就是到了最谷底吧 就开始触底反弹 所以就是没有绝对的好和没有绝对的坏 我就想起来当时在中庸当中看到的就是什么叫中庸之道 很多时候 就是 就是 其实 这个中并不是指的物理距离上的 50对50的那个中点 你在这个时间点 什么对你是更好的更有益的 那就是你所谓的中 你就去追求这个 我感觉我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理解 没有 我觉得我刚才想到是说你说这个新的力量 就是疾病其实如何产生的 就我们说要 要所谓治本的话 对吗 就是你要最根本的给云 因为到去体化的一些反应的时候 已经是 他经历了很长期的一个积累的过程了 那最最早最早的其实是从新开始的 当我们开始那么那么执念 那么觉得不能放过自己 不能对吧 或者说我们偷偷的把自己就忘记了 从这个时候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给了你无数的信号了 你心也给了你无数的信号了 对吧 你一生都让你说你要住院了 你还在想着工作 对吧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如果我们说 有天道的话 那天道会觉得说华方 我再不垂你一棒子 你还醒不过来 你咋办呢 对 我已经给了你那么多次提醒了 所以可能就是我觉得最后我们真的是回到我们的本源 回归这个本源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一切才开始慢慢理顺 当然我觉得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另外一方面 我们如果说科学说 那就是说这些病就可以不用治了 西医都不行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中西医的去去辩论这个的这个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最近我觉得今年夏天回来之后 我也开始学中医药 我这个在几个月前我是不发想象这件事情的 因为实际上我妈妈是喜欢中医了几十年 我对她都是嗤之以鼻的 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我并没有为什么我能够去学 因为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 我觉得她并不是说在告诉我 或者至少是我还不需要说知道什么经络呀什么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是刚才华方说的一个观念的转变 这个观念就是说能看到健康到底是一个什么一个大的系统构成的 一个全局观一个系统观 以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我做这一行 我们那么强调自我觉察 但是对身体的觉察是被我放到最后面的 就是我们有很多都是在脑子里 当然后来就是我最开始是对 我现在也还是可能最强的那一点是对自己认知的觉察是最敏锐的 然后后面是到对情绪的觉察 哦知道了 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第一名第一个教练他问我感受的时候 我都说不出感受 我说的还是想法 那从想法到感受 最后这几年回到身体 但是我也是开始学习中医以后 我发觉对身体的觉察它变成了一个无时不刻不在的一个状态了 就以前我好像还是用脑子来告诉身 告诉我我要去觉察身体 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这个转变让我觉得对身体的觉察变成是要一个下意识的事情 对包括吃不吃这顿饭 哎呀饿还是不饿 我要不要吃 我今天要不要去跳舞 我感觉一下我的身体 我想跳吗 就是这种 而以前就在这个之前 我还在想不行 我一个星期一定要唱五次舞 这个因为跳舞对我有好处 我要跳 然后现在我会觉得今天我有能量跳吗 我没有能量我就不去了 我或者说我今天的身体想跳吗 我的身体好像说他不太想跳 那我就不去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这个方面的一个转变 那不是说我们生病了 我们不用去看西医或者西医一定比中医糟糕 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因为中医很讲究系统和辩证嘛 对吧 那我觉得去看待疾病也是要用这种观念去看 然后看到到底他对你来说是对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然后去做这个判断 对 所以 就是像你说 就是我之前我的身体和我的 心里完全是割裂的一个状态的 就是确实确实就是老天爷已经够优待我了 给我弄 但是我根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那一种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 他已经送你做到合伙人了 你还想怎样 你已经熬了那么多大业了 对吧 然后你已经到合伙人了 对 你还想那个不行不对 我把你把拉下来了那感觉 然后但我也有一点好奇 华芳就是说 我知道有好些人经历了这个之后 他就会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 说我完全离开这个职场 但是你没有 你回到了这个圆满的工作岗位 这个当中 你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和选择 就是在这段时间的各种的感悟之后 我就发现你其实做任何工作都是一样的 是 这份工作是很忙 就还是会提到之前的这个 你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让自己不用那么忙的 其实我现在就想一想 我之前以为自己很勤奋很努力 其实那个都是叫什么 无效的一个勤奋和努力 我是把过去自以为正确的经验 用了那么多年 但是没有真正的 就是从战术上是勤奋的 战略上是懒惰的 包括我那个时候的 在那之前的工作 我都想着我怎么样一个一个解决 这些火烧眉毛的问题 我就像一个流水线的工人一样 螺丝钉到我这里了 我就赶紧把它打上去 就是这个螺丝钉是不是最适合这个的 我是不会管的 只要它能安上去 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我是整个都是麻木的状态 不仅仅是我对自己身体觉察的麻木 我对工作也是这样的 所以可想而知 虽然我这么努力 但是其实也并不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回报 那其实后面我会发现 你做什么工作 就是会领悟到 就是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做事情 更多的时候是做人 怎么样跟人沟通 怎么样就是做好人 不是不是不是只做一个善良的人啊 就把你作为一个人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那就是回到工作之后 我就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的这个工作就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 就是那么去加班熬夜 靠时间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再去做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去多想一想 会花更多的时间再去想 这样一份工作 我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做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合同都是 因为我们做的更多的是那种 股权收购呀 投融资相关的嘛 所以一份合同都是几十页上百页的 那种合同光看完都很花时间 那去改也是一样的 以往我就是一份一份合同 非常认真的 逐字逐句的去看去改 然后怎么样想着 站在我客户的角度 能把所有的条款都规定的特别好 来去最大的保护他们的利益 但其实那都是我以为的 我觉得加上去会对他们更好的 当我再回到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就允许我自己可以去犯错 我允许我自己慢 我允许我自己不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 把那个工作成果交付给他们 我会更多的 更多的就是 比如说我拿到了一份新的合同的时候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跟客户去沟通 你们这个交易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你最担心什么 你最想要什么 哪些你是可以忽略的 哪些 你是必须要坚持的 其实有时候了着了着会发现 他想要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 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或者说 有时候会发现 要想达到他这个目标 其实不是他想象的去做A这件事情 而是可以通过去做B这件事情去完成 所以如果我还像原来的那种方式 我拿到这份合同 我就直接去把这份合同 按照我的那个理解去改掉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个无效的工作 我现在想想我其实挺幸运的 就是那么久的工作当中 用这种错误的方式 运作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去造成一个后果吧 但是我发现就是 我后面就是想的更多 更去抓这个本质和重点 更去关注客户真实的需求 说白了其实就是 先去澄清他的需求 要得到这个需求 我们有哪些方案 哪些方案 对他来讲 他会更容易接纳 更容易接受 我发现这么去做了之后呢 我再来去面对 这份合同的时候 我知道重点在哪 我不用再像之前一样 就是从头到尾事无继续的 我抓住主要点就行了 甚至包括 那个前几天 就是有个客户 他是要把自己的公司 给卖出去 然后因为买卖 双方互相都不信任 所以他们会 就是揪着那个条款本身 包括把律师也都拉进去 一条一条抠字眼 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改 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我后来就直接把这个打断了 我就把客户的老总交到一遍 我就问 我就说 就是因为我 大概知道他们这个交易的 就是很多程度上 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买他这个公司的一些资质 我就问他 就是这个资质的话 你的续期有哪些是重要的点 他会告诉我这一些 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发现 其实 对原来的这个老板来讲 他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去控制他自己的风险的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续期有一个环节 是需要他出现 才能做完的 那这个合同就好谈了吗 我就跟他说 不管他们把这个款项 就是大家会 就是对于 卖方来讲 我希望我尽快收到钱 对于买方来讲 我希望晚一点付钱 因为我担心付完了之后 你这个东西有问题 我又没办法找到你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看看 就是这个点上面 你自己是不是有 可以操作和控制的空间 如果有这个空间的话 那我们其实很多地方 是可以让步 我们可以把这个付款的节点 拉长 分期分批 然后这个付款的节点 可以跟你这个 每年的年减的 那个时间匹配上来 如果他在这个时间点前 没有付你该付的钱 那么后面的这个 认知证书的续期 其实你是有控制能力的 一听他就 马上就明白了 他就知道 因为你合同规定的 再完善 所有的律师的智慧 都放上去 你其实也有很多 你想象不到的情形 而且真正的发生纠纷了 谁也不想 到诉讼和仲裁的地步 因为那个就是会是一个 很长的一个流程 而且本身 如果交易金额大的话 这些诉讼仲裁的费用 包括律师费 都是很大的一笔 当我跟他说清楚 就是这个交易的实质 以及他可以抓住的重点 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防御 措施之后 他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 然后他就说 确实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他其实就不太担心 他收不到钱了 那对于买方来讲的话 你采用了这种 分期分批的方式的话 那他会觉得 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至少有个几年的时间 我可以慢慢去看 这个资产 是不是有一些 隐藏的累啊什么的 我还能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来 把我的损失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那其实 经过了这样的沟通之后 再去谈这份协议 再去改这份协议 其实很快就解决了 我感觉你走到了一个 更高的维度 然后现在可以 四两拨千斤 其实我觉得 这都是很显显 但是我真的 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才知道这些事情 人要可能就是真的要跳出来 才能看到另外一个维度 那你刚才说 你现在也能够允许自己犯错啊 或者说不按时交付啊 那这些在以前的看来 是觉得是不能发生的事情 这怎么可能发生 这个可能是 我觉得我们对工作的一个态度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我们会 研习这一种 我们自己的work ethics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 好像这种伦理感 是一种从可能好学生 继承下来一个内嵌在我们内心的一个 就是从我手里交出来的活 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 不能是那样那样那样 对吧 然后这个好像特别难打破 说实在我当时辞职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的内心已经 没有办法交付出我满意的工作了 那再这样做下去 我的这个人品也毁了 然后最主要是我自己受不了 我交那么烂的活 当然你不是交烂的活 但是你确实打破了 你原来觉得不可以的那些东西 那这个 而且这个确实也对外部会有一些 就是别人也会对你有一些反馈 你怎么面对这个 或者是你打破之后发生了什么 让你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口味 对其实很多时候除了非常专业的律师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改的东西 其实客户根本不理解的 对于客户来讲 最主要的是 你怎么样帮我把这个交易达成 怎么样控制我的风险 其实你合同是10页还是100页 200页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区别 我之前呢就是花了太多时间 在这种就是文字上面 但是实际上现在就刚刚讲的 就是更多的是从交易实质的去出发的时候 就会觉得 就像这样的 我都觉得你合同改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那些条款都不重要 你关键的把握住你的付款的节奏 以及怎么样去办理这些事情的节奏 这些条款是重要的 其他的大差不差 改了60分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就在那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这个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啊 仅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啊 很多时候有些重大的交易 他也是人完成的 人在中间 其实也占据了很多的 很绝大部分吧 是人的因素 很多时候 合同是一回事 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我 即使你这个合同改的不好 但是 只要双方在沟通上面 是有往下的空间的话 一样会把这个挽回 因为这个说起来 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有一次犯了一个 极其严重的一个错误 我们曾经有一个基金项目 那个基金项目的标的金额是80亿 当时呢就是 其实合作的双方都是大佬来着 就本身关系也比较好 所以呢在 就是协议的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是程序化的 流程式的那一种 没有太去抠细节 后面有一天 各种原因 大家合作有分歧 做不下去 然后后面对方 找了一名诉讼律师 他在流程上面 就埋了一个坑 我当时呢 当时的客户 他接到一个函件 我当时是觉得 自己感觉是不太对 不要去回这个函件的 但是呢 客户就觉得 那不行啊 他这个函件上面 就是在胡说八道 我们需要去表明我们的观点 我没有办法 拗过客户 所以呢 就代替他们去毁了 但是毁这个东西 就代表着 对方可以启动一个流程 可以就是基金项目当中的 把合伙人出名的一个流程 当然他只要启动这个流程 对他来讲 他其实就有了 把大家拉下来 坐在这里谈的空间了嘛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目的嘛 但是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到这一点 我当时在想 我怎么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个流程的漏洞在那 我怎么完全看了 那个法规那么多遍 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条 甚至后面去问了 就是熟悉做诉讼的律师 他们也没有想到过 会这样 其实大家都会是想着 对方都是 各方都是正常的去履约的状态 如果不是真的是为了去投机取巧 或者说去做一件 叫什么另外的事情的话 不会去设这样的一个坑的 所以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就是我就觉得 我整个人不行了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 他要因此毁掉了 我怎么可能赔得起这么多钱 那个损失太巨大了 然后但是没办法 因为虽然最后的意见是 客户坚持要去毁这个 但是我最为律师 我其实没有发现 这个中间的漏洞嘛 我肯定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当时就一边崩溃 一边还得要把这个事情担下来 就是要跟客户那个道歉 确实因为是我的责任 然后没能发现这一个漏洞在这里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跟着他们 就是到处北京 上海 各地去疏通各种环节 去处理这个事情 当时我老公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一个小律师 这么大的项目 你一个律师能左右什么呀 真正的还是两边的老板坐下来谈嘛 我当时就对于他的这种说法 我就觉得你完全不懂 但其实后面我觉得 等我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说的是正确的 真的到了这么体量大的一个交易的话 其实双方的不会到 就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有契机坐下来谈 都是会解决的 所以最后呢 因为对方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们也知道 如果真的说是走到那个流程 你把它 完起来这个流程之后 其实也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嘛 最后还是大家双方坐下来谈 把这个事情去做完了 但是这个事情就导致我最后有 应该是有一两年的时间 我在去做我的工作的时候 我就总觉得我不放心 我改一份合同 可能之前我花两三个小时 我举个例子 可能我后这件事情之后 我会花四五个小时 甚至更多 改完了之后我还不放心 我还希望有一个比我更厉害的人 来帮我复合 但是那个是很难的嘛 我就老是不放心 但是实际就是真的再回头来去想想 确实 文件只是文件 人是人 是另外的 我穷架了所有的手段 也不可能把一个交易过程当中 所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全部都点出来 所以我无论做的有多么的仔细 花就是可能比之前两倍三倍 我也不可能去防范 所有的情况发生 当我明白一点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允许自己去犯错 允许自己就是在某些点上面 不要那么去抠细节 不要那么去就是事无巨细 就抓重点 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 就是第一 我的工作时间会比之前是要 大的缩短的 然后另外就是 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跟客户的沟通上面 就像我这个改合同 可能文字上我调的不多了 但是我在这种跟他们沟通交流 包括跟他们反复的去 去讨论这个里头的 有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以及我们有哪些防范的措施当中 我会发现就是 之前的我其实是有很多误区的 不管是 我对对方就是对客户的业务的 不理解 还是就是说 就是对他们的意图的把握 其实都是有偏差的 我之前是完完全全 纯粹站在我自己的立场 更多的时候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 而没有站在客户的立场 当我站在客户的立场 纯粹从他们的角度来去 理解和把握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心里有底了 当我有底了 我再去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就发现 可以做得很快了 我才真的理解 什么叫磨刀不误 砍柴工 就是会发现 好多好多的这些道理 好多好多这些 之前习以为常的这些谚语 都是后面经历了这些 慢慢慢慢的允许自己去接纳自己的错误 允许自己各种去尝试的之后 才真正的理解 原来他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思 在里面 就感觉这些道理 真的是就是说 他没办法听到以后就明白 他必须得自己滚过去 不滚过去 他没办法成为你的一部分 我们只是期待说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是我们承受得起的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这个代价就太高了 你都没办法 体悟灌顶之后再去实践了 这就比较糟糕了 对吧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提高这个觉察 说能够抓住这些 然后去不断的反思 我刚才在你说的过程中 我就想到 我就想着说你这个转变 就从 最外面一层 我感觉说你从表面看到了本质 就是说你现在 特别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那这个本质是什么 我觉得你说到的一个 就是从文件 从程序走向了人 就是感觉好像可能是 你这么一个break 你这样的一个 你体会到这个人才是最根本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才是最根本的 其实法律的条款 我觉得它是都底的 它是在人的那个层面问题 都解决不了了 我们用法律 来去保持这个公平 公正 争议 但是如果我们 首先从那入手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它已经可能 暗含了一种对人的不信任 是不是 因为我们其实在为最坏的 那个scenario做准备 法律是在为最坏的scenario做准备 然后如果我们拼命的去抠那个 可能再放大这种不信任 是的 就是 对吧 其实我们在准备我们对部 公堂的时候 我们能怎么样来 来打一架 谁能打赢 谁能打输 对吧 所以 所以当你的关注走向了人的时候 你变成了 那个就真的只是一个底线的问题 对吧 文件是底线 但是解决问题是要靠人 所以这是你真正看到的人 以及还有一个你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从自我走向了客户 就是 虽然就是前面是 特别特别忙 但是这个忙里面 还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 是的 都是我 都是用的 完全是 我的方向 对 所以这个真是就让我想到什么 就是说真的我们的工作经历 它并不是说好像攒年头 好像攒到一定程度 就一定能够好像经验就到了什么 它需要一个质变 它不是量不一定自然的会到质变 那这个质变 我然后刚才想到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留白 当然你这个 你的这个空白是被迫的 被迫让你跳出来 那我也希望我们 最好我们大家都不要因为健康的问题 而被迫停下来 因为那实在是太太吓人了 以及要耗费很多的很多的东西 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的给自己去留一点白 主动的让自己能够时不时的跳出来 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在手头做的事情 能有一些想法 那我还比较好奇 就是在这个转变之后 你对工作的意义这件事情 有什么 就是说你作为你的律师的身份 或者你这个从事的这个事业 在这个之前和之后 你有什么转变吗 在观念上 或者对领悟上 之前其实就是属于太把自己的工作当工作了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现在就是觉得 其实我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我只是提醒客户 你会面临哪些风险 这些风险有哪些可能的方法处施 最后的决定是你做 最后的责任 也是你自己要去承担的 我说的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而不是 我之前就 其实有一点 没有分清重点 之前就觉得 律师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 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你把有的法律的防范的手段 做到最后 才是最重要的 但其实不是 就由这个我其实会 会想到 就是之前的工作当中 我最讨厌的事情是 陪客户喝茶 陪客户 我真的是超级超级讨厌这些 我就觉得 有这个时间 你不如直接告诉我 你要让我干什么事情 我赶紧给你弄完得了呗 但其实不是 我真的是 现在啊 我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工作 就是这个工作 会喝不喝茶 其实也是交流的一部分 因为很多时候 客户 应该不止客户吧 我觉得包括人们自己 包括我自己 很多时候 大家其实不太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或者 隐约觉得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去表达出来 我想做什么 这个是时间的 如果说 大家在很短的时间 去讨论这个事情 你可能有了一个既定的方向 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走 其实会发现这个方向 跟他自己想达到的目的 是越来越远的 而这种沟通 你会慢慢的通过这种沟通当中 你会更能发现就是 比如说这个客户 这个老总 他的思维方式 他做事情 惯常用的方法 达到的目的 他的对风险的容忍度 是什么样的 其实相当于是 你对这个人 他的想法 他的行为方式 有了更多的 更深刻的理解了之后 回头来 你做的很多事情 才会真正的符合他的意图 嗯 也让我想到 因为我曾经也遇到过 就是说 面临从 就是高级律师转向 这个合伙人的这样的朋友 然后就是一想到说 哎呀 我以后要去做销售了 然后我就整天 搜手就很抵触嘛 实际上 可能这里面 也对这种社交 工作上的社交 有一种误解 或者说我们很多时候 让我们觉得 筋疲力尽的那种社交 实际上是无效社交 对吧 你说在 呃 酒桌上对吧 退威换展 这种 这种 对吧 尤其对于女性 特别不友好 然后 但这种实际上 你说真的谈了点啥呢 可能也没谈啥 或者或者就是一种 表面的热闹 或者表面上的 或者怎么样 但你真正的如果说 呃 像你说的这种 去了解这个人 去理解这个人 理解他的需求 这样的深度的沟通 实际上 他是 从事情上来说 是更有效 对你这个人本身 他可能也没有 那么大的好 好内好 那种感觉 嗯 就是因为你真的 沉下去 去想来去理解别人 然后你们的对话 是 是有质量的 嗯 这样的社交 对吧 跟我们以前 就是可能很多人 觉得那种社交 那就是很不一样 就你刚刚提到 哪怕是 就之前我是 特别讨厌饭局的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 这是一件 有意思的事情 嗯 其实 呃 就是 可能很多时候 大家会觉得 哎 你这个吃饭过去 对于女性来讲 是一个不太友好的 但是 不是的 其实当我 抱着一种 学习 或者说是一种 真正的去理解 和跟他们沟通的 这样的心态去的时候 我会发现 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简单来讲 之前的话 我会觉得 哎 你去参加这种饭局 到了后面 那人家说点 带颜色的笑话什么的 我会很尴尬 会怎么样 但其实我现在 不会 不会这样的 当你不会有 这样的想法 你就当作是跟一个 认识的人 大家去破冰 去互相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 没有再像之前 碰见那种 让我很尴尬的 嗯 包括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对我来讲 对于现在的我来讲 我每次都会觉得 会有收获 嗯 那其实最后的收获就是 哎 你可以看看 谁来组织的 这个饭局 他怎么安排的人 他怎么点的菜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做这个 开场版 怎么样去介绍 什么样的人 以及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观察得出来 不同的人 有的人情商是很高的 有的人情商 是有一点点欠缺的 情商高的人 他是怎么说话的 他是怎么样把一个 有点尴尬的局面 又给他救火 怎么样用 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当我带着这些 去观察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而且就是 包括 饭局的时候 有时候 喝酒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我原来就觉得 我一定是不能喝酒的 一定不能做什么的 我现在也没有给自己 设这个线 其实当我发现 你真诚地跟人家说 我确实是不喝酒 但是呢就是 就是如果你 你特别想喝 就是大家 就我后来就跟客户发现 我觉得为什么 大家喜欢去喝酒 是因为成年人 大家都是戴着面具的 嗯 喝酒能放松 对不对 卸下一点东西 最后 人家是其实是可以放松 可以不那么端着了 不那么端着的时候呢 大家的那个感受 就会更好一点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觉得好像松快了 嗯 我们可以做一个深的交流 甚至 很多时候 对于一些老板来讲 他其实在这种吃饭当中 他也在有他的观察 嗯 对方的人 他怎么说话 怎么做事 怎么喝酒 怎么样迎来送往 其实也是他的一个观察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他觉得这个人不错 他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交易想继续下去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人的很多方式 都让他觉得无法 无法忍受的 那很可能 对他们这个后面的交易 也会产生一些 莫名的影响 这是我现在能感受到的 嗯 所以就是 我现在对参加这些饭局 就不会再像之前 那么的排斥了 嗯 而且 哎呀 客户也是人 谁愿意把自己喝的 那个样子呢 对 我觉得你真的是 真的就是完全关注到 这个人上面 关注到人上面 就我觉得会生出很多 一个共情 然后好奇心 还有有的时候 可能那种慈悲心 对 就是 就是 对 不知不觉的 我觉得这个connection 就会强很多 嗯 对 对 甚至就 我记得有一次 哎呀 那个 客户就跟我看玩笑说 他说 你看我都认识你 快十年了 你这是第一次 跟我喝酒吧 我说对 是的 你看你都不笑 一直是那个样子 我说我怎么没有笑啊 他就 不要那么苦哈哈的嘛 做呀 生活呀 总得 这么辛苦 总得要点 就是自己给自己 找一点开心的理由嘛 嗯 放松一点 然后 其实 当他这样跟我去说这些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 我感受到的是 别人对我的关心 嗯 嗯 就是那种工作场合 大家工对工的 所谓的寒暄 所谓的微笑 和这种就是 你其实真的 就是放下了所谓的矜持 放下了所谓的端着的时候的 这种交流 会近很多 嗯 所以我 我其实是 从这些 慢慢慢慢的 会理解到 为什么 大家总会去 有饭局 总会去 喝酒啊 或者是什么 嗯 其实就是拉近 拉近人与人 自己的关系 嗯 你去了解 感受这个人 其实人是 我之前是属于这种 明顽不宁 把自己的心灵和身体 隔绝都比较开的 但是现在就觉得 你 你其实 人是万物之灵的 你对一个人的感受 在这种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 是会有感受的 嗯 就像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招人的时候 需要面试 其实一个人上来的 那一分钟或是五分钟 你其实能把这个人 看得七七八八 嗯 尤其是 做老板的 这些人 他们见过的人 足够多 他们经历的事情 足够多 那正是这样的场合 其实 他们看人 会看得更准 这也就是 大家 总是会 先吃吃饭 再往下谈 吃饭的时候 能把人的一些 防御卸下来 嗯 就是放松之后 每个人就会是 更真实的状态 这个真实的状态当中 大家互相会 感受得了 我跟你 是不是有 共性在里面 我跟你是不是 有可能合作得来的 嗯 就是 就是 有点就是 你会 你会好像 就有点像动物一样 气味相同的 相近的 那你肯定是 能往下走的吗 嗯 你对 充满了排斥 那很多时候 你们的合作 肯定也会 不太顺利的 对 是的 那 就是我觉得 沿着你刚才客户 跟你说的 那个话哈 你你觉得说 当你回归到 工作之后 一个我比较好奇 是说 你有没有后来 就给自己设了一些界限 比如说工作 不能超过 比如说不能超过 这么多小时 比如说周末 一定不能怎么样 呃 就是你怎么知道说 OK 我现在 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 一个 一个工作的强度 哈 另外一个 对你整个的 生活 人生 包括家庭关系啊 呃 还有你自己 比如说 也许有工作之外的 什么一些爱好 或是一些追求 就这些 呃 后来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 嗯 这个其实 呃 就 跟我之前讲到的 这初工作的时候 我会给自己设定了 就是一个 deadline 我必须在这个时间 之前完成 后面呢 我会试图 跟自己设一个 比如说 晚上九点或十点之后 绝对不接电话 也不回信息 其实这两个 都是极端来的 没有 没有哪一种方案 是那么绝对的 嗯 我现在的方式就是 我今天的状态可以 呃 我今天的感受挺好的 没关系啊 我一定 十点钟之后 我就不能接电话了吗 一定要给自己规定的 那么死吗 其实没有 就像你说的 嗯 我会仔细地去感受 你会说 哦 我感受我今天的身体状态 能不能去 去参加舞蹈课 去跳舞 嗯 我也会感受我今天的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 我改一个东西 我改的 正在信头上面 我很想把它改完的时候 我管它 做完就做完 做完了 我就开开心眼地去玩了 嗯 所以我现在不会给自己设定 太死板的 但是就是说 会有 会考虑到自己 就是尽量的 还是让自己 多一点睡眠的时间嘛 嗯 但是会说 我一定死扣到 必须几点钟 要做什么 完全什么事情 嗯 包括像今天 下午的时候 你看我穿的这么正式 因为我今天下午 那个刚好有 见客户嘛 那 原来就觉得 哎 周末必须是我这个 家里人的时间 我不能把这个时间 拿出来去见客户 现在我就觉得 哎 如果真正好 也不是太影响 嗯 我也可以去见客户的 并不是说 一定就不能在周末去见 嗯 包括对 对家里人 嗯 也是一样 因为之前我 就是太多的时间 花在工作上面 跟家里人的交流就很少 我现在呢 比原来多 但是其实也是会少 也 可能 之前就会觉得 哎 我自己是不是 不是一个好妈妈 不是一个好妻子 不是一个好女儿 现在我就觉得 没关系 我住不到像别人一样 天天待在家里 那 我待在家里的这个时间 我在跟我孩子 待在一起的时间 这个时间 我就完全沉浸在当下 我就不去做 我也不去想其他的 哪怕 就这十分钟 这半个小时 那我就安安心心的 完全的跟他 待着十分钟 待着半小时 我不想给自己设定一个 哎 这两小时 我必须陪他 但是我一边在 一边在想其他的 嗯 有一点就是 就是当下做什么 就让自己 完全的放在这一刻 就活在当下的那种感受吧 嗯 嗯 那沟通的一些互动的模式 你觉得跟以前有变化吗 会有 其实工作上面呢 嗯 我之前一直觉得 我非常不擅长沟通交流的 我觉得我跟客户是没有什么话说的 你可能问我专业问题的时候 我会说不完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我可能半天 我也憋不出来一句话 会很尴尬 但是呢 现在我就 就是就像你之前说的 外面没有别人 只有自己 是一样的 因为我之前为什么这样呢 我怕犯错呀 我怕我自己做的不对呀 我现在就放下这一些 错了就错了呗 谁还能记得我很长时间呀 不就当下那一个出球的那一秒钟 一分钟吗 所以 现在 有时候 我记得每次开会的时候 当大家就是讨论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问律师怎么办 所以我就 我就 一到开会我就很紧张 我就必须得听前程嘛 现在我照样我听不来了 我走什么我就走什么 然后别人问我问题 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就会跟人家说 我说 哎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我刚才没有听清楚 人家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确实也没有答案 也没有方向 我就直接告诉人家 我说 哎呀你这个事情 我之前确实也没有碰到过 从我的个人的 呃 就是经验的角度 我理解可以怎么样 其实具体的话 我们会怎么怎么样 就是 就是会 很坦然的告诉别人 这个问题 我懂 你要给我点时间 我去研究完了之后再告诉你 我发现我这么去说的时候 客户也 怎么会觉得你不专业啊 怎么样的 嗯 很多时候 在跟客户聊天的时候 我经常有很多不懂的 我就会问他 问他 他就会跟你说很多 越说多 我就越问 问到最后就别人觉得 哎呀 我觉得 你问我的这些问题 问得很好 我觉得你现在 真的理解了我们的业务 是做什么的 嗯 所以我真的就是 说白了 就是放下了 呃 就是 让自己一直要表现很专业 很正确的那一种 嗯 就是 不带评判 我就是纯粹的按照自己 当下 想怎么说 想怎么做 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不紧张了 嗯 可以跟他们 就是会 进行一些 更深一些的交流了 别人也会觉得 哎 你这样好像 更好沟通了 嗯 终于是 因为其实你放松的时候 对方也放松了 嗯 你真实 也真实 其实我们人都是会 会互为镜像的 嗯 会会copy 会复制对方的 对 所以你整体感觉 让我觉得 就你现在整个人 松了 就以前可能 就是一个有五花大绑 还有各种 各种规定 这种 就把就是 把自己人就 框在一个 一个盒子里面 现在我觉得 更像是这个流水的感觉 对吗 我不一定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但我看我当时的感觉 我当时 我信任我自己的感觉 然后我也 也觉得 没关系吧 对吧 就是我允许自己是 也不完美 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答案的 但是都OK 因为其实 别人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给自己这个允许 也许再给别人这个允许 然后大家都可以 对吧 都更放松一些 哇 我特别特别开心 尤其是我最开心的是说 你 你算治愈了吗 你身体算治愈了 算 算治愈了吧 就可能 其实我还会 偶尔会 就是 去吃一些药 所以这里就说到了 虽然我当时觉得 西医各种 不好 不信任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中医和西医 没有区别 就是在治愈方面 哪个对你身体 有帮助的时候 你就用哪种方式 真的是法无 就是 什么样会让你 感觉舒服 你就怎么样 去做就好了 不要给 太多的限制 不要老去想 最坏的结果 我觉得 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因为我本身 是做律师嘛 每天都是在挑毛病 挑 发现风险 实际上是 特别厌恶风险性的 我做的很多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 都是在想一件事情 一个人的最坏的一面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很容易就 陷到那个 牛角尖里头 但是其实 可以把自己 拉回来看一看 两方面 你都要去看 你是去做一个 最坏的打算 做对别人 一个最恶意的揣摩 但是同时 你也可以看到 他好的一面 这个人 他会有他的 所谓的就是 光明的 善良的一面 然后 这样去想了之后 就是 这个有点违心啊 就是 我每次会 会让自己去想 那我反正 现在是想到了 有这一些点 是 可能会有坑的 然后 对应的 有一些防控措施 那其他的 我就去 努力的去找 这个中间 好的点 这样去想了之后 我就会发现 就好的事情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总会担心 最坏的结果发生 我以前做风控的 我们那时候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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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风险 就会老想着 what could go wrong 到底什么东西 会错 会出事 然后我觉得 就是 就是 一方面 这是我们的职业的 一个要求 对吧 我们要想到坏的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给他一个 合理的比例 也就是说 我们再想到的 这个最糟糕的情况 它是一个 多少概率的事情的发生 也许这个定位 就是我作为律师的 这些合同 我只在防范 也许 百分之五的情况 百分之五糟糕的情况 对吧 那意味着 百分之九十五 还是 还是往好的方向 对吧 但我只是给你 拖出这个底 也许这样 就是我们能够 把这个位置 摆正 摆在比较中正的 一个地方 而不是把这 百分之五 变成了我们 职业的百分之一百了 然后就会觉得 好像这个世界 百分之百的会 灾难会发生 对 或者有的时候 还有一种 就像 就是说 我们的价值 有的时候是会觉得 好像如果灾难不发生 我们就没价值了 但是像中医说 对吧 最好的医生是治胃病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其实最后 我们是希望风险不会发生 虽然我们做了各种的防范 但我们希望风险不发生 然后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期待 这也不完全是违心 我觉得 如果说违心的话 就是那种 我怎么想世界就会怎么发生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里面 它是有一个connection 也就是说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它会影响我的行为 然后我会去 按照这个信念 去行为 那我是变得紧张 还是放松 我是多去跟人家沟通 还是我在扣字眼 对吧 你这个行为改变了之后 它自然就会影响 接下来那个结果发生的 那个概率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反正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去看待 它对吧 不是说我心想事成 我心意想 全世界都来支持我了 那这个就 这个就太悬了 但是认知是通过行为 改变现实的 对 所以我们观念变了 行为也变了 对 哎呀 太开心了 我觉得最开心就是看到你 恢复健康了 恢复健康 然后带着这么多 这么多的收获 然后我觉得 对你当然最最直接的 对你的家人的这个这个影响 然后对你的客户 然后通过你的客户 就是对更大的世界的影响 有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到一个人 我们自己的一个转念 自己的一个改变 实际上就是像那个 像那个涟漪一样 其实是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的 但那种影响 可能我们自己看不见 但是这个也是让我感到 对世界比较乐观 和积极的这一点 假如说你看到太宏观的东西 你会觉得 天哪 这可怎么搞 好像很没希望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一个人 他能够激发的 对别人的影响 其实是可能是巨大的 达到你自己 其实不能看见 所以也特别感谢华芳 他是主动来找到我的 我记得是那个 夏天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说趁着这个 对吧 趁着这个信头上来 我来举手来报名 我来做这个直播 然后我就立马 小本本记下来了 我就 新年第一奖 来找你了 有些不会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对我也有了解的 对对 特别感谢 所以当时要想到这个 就马上先把他这个 说出去 对吧 先把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包扔出去 先把这个信号发出去 然后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然后接信号的人 接住 然后我们就让这个事情发生 哎呀太开心了 我还有 在这个期间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 就是之前 你跟我一起 就是你帮我一对一辅导的时候 当时有一部分是解决 我跟我家里人的关系问题 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问题 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你给了我一个建议 就是说 因为我们当时矛盾很激烈 互相都是把最不好的一面 表现给对方嘛 你就跟我说 你能不能放下自己的铠甲 放下自己的武器 你就把你自己的伤痕 展露出来 你知道我当时 听到那个的时候 我是非常震撼的 我会觉得 怎么可能 你说 那你试试看呗 你看看放下武器之后 他还会进攻吗 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是觉得 做不到这件事情的 但是我现在可以给你 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我验证了 就是当时 真的放下武器 放下铠甲的时候 我发现他也放下武器 放下铠甲 真的 这是我觉得 就是好多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 设定了很多的限制 自己给自己 日以为对方会怎么样 其实很多时候 并不是这样的 你只要先去 先去释放你的善意 先去表达你的真诚 先去表达你的关心 其实你才能做到 你也会接受到善意 你也会接受到关心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跟我家里人 就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 改善也蛮大的 好开心 好开心 我常常想到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婚姻关系中 就有一种画面 就是两个人都穿着铠甲 都各自渴望对方的亲密 然后都又不敢脱下铠甲 然后两个人都孤独着 就是离着很近 都在一个屋檐下 但是双方都非常孤独 双方又非常渴望对方 就是这个就是让我觉得 就是很下癌的 然后就觉得 然后就想 就是要有一个人 可能就是不怕流血牺牲 我就先给你刺一刀 刺一刀又怎么样呢 对吧 会很痛 可能会很痛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血是值得猫的 但是实际上真的有勇气 放下盔甲 放下手里的武器的时候 对方也会放下的 对的 因为他也渴望对不对 他也渴望靠近 他也渴望 他也不想穿着那一套 多累呀对吧 是的 是的 所以你看嘛 你当时给了我很多 很好的建议 但是 现在才慢慢慢慢的 又返回去 遇到记录 我自己有个心路历程 挺有意思的 就是 我以前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到的 我们到底是以自我为中心 还是以他人为中心 就是在服务的这个关系里面 我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 你看我都跟你说过了 或者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客户 就是我都跟你说过了 然后呢 你怎么 一个是你也不去做 一个呢 你好像怎么才明白 然后 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说 我特别想要证明 你看我多厉害 你看我多厉害 然后后来我记得 我也是我的这个偶像 欧文亚伦 我不记得他哪一本书里面 他有一本书里面 他说到他的一个 一个来访 后来呢 那个来访有一天跟他说 我恍然大悟了 我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了 然后他自己去查 他的谈话记了 他说我两 他心里在想 我两年今天已经跟你写过了 然后你现在才明白 后来 后来我就 我就看到那个 我一下子就释然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没有关系啊 你你说是当时 你觉得是这样 但是对方什么时候走到那里 他是需要时间和机缘的 但是我如果不想要证明 我正确 我当时 我现在的心里就是 啊 好啊 我陪你啊 我等你啊 或者即使 即使是我们之后 就是也没有这个教练关系了 也没有关系 嗯 也许你以后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想到 当时我们说过 但都没有关系 我只是希望 你能好 我希望你能够 在某一点 你真的能够把自己 递了出来 是不是我 没有关系 你是不是想到是我 也更没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 这个以后 我就觉得就 就非常轻松了 就就不会老想着说 对 哎呦 怎么就 就不get it 那怎么回事 然后现在也不会特别着急 就是说好像 特别希望 呀 客户能快一点 以前我会觉得 这也是好像为了客户 我希望快点 他摆脱痛苦啊 但是我现在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嗯 就是我觉得可以 可以没有关系 按照他自己的节奏 我只是心里希望 我能够看到 那个时候 或者那个时候 客户来跟我说 我现在走出来了 然后就 我就很开心了 对 而且 嗯 对 我希望是不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所以 我一看到人家健康出问题 我就会 啊 我就会很着急 然后就会很心疼 然后我就 啊 你们健康了 就最好了 嗯 对 其实就是 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嘛 你其实是在他的心里 种下了一个阳光的种子 这个种子什么时候 生根发芽 其实取决于这个人 他什么时候 阳光 给他水 给他 其他的条件 是的 还有很多条件 嗯 就 啊 生长发芽 成为一棵 大树 就是 对 我们觉得 给别人也好 给自己也好 我就要给很多很多的耐心 呃 和包容 不用着急 对 就是我觉得 所有人生命中 发生过的 听到的 遇到的人 其实他都留下痕迹了 但只这个痕迹 对吧 最后怎么 好像connected dots 不知道 不知道 何时何地 什么方式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这里面可能也要一种信任 就信任他 会有作用的 嗯 但是我们 耐心的让他 unfold 我的那种 嗯 是的 是的 所以 感谢 我真的 我后来回头 翻了一下 我们聊天的 那个记录 我真的觉得 就是 你看我们是 从什么时候 我现在有点 不太记得了 应该是从 18年的 11月份 到19年吧 嗯 好像是 这个时间 我们有过 大概 多少次来着 我现在已经忘了 就是 我也不记得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 现在的很多感悟 其实那个时候 你都已经告诉过我了 但是 真的 我从 接收到他 到真的 理解和做到他 也是 花了时间的 也是 特殊的 金元 才能真正的 理解和做到 是的 是的 就是 哇 我觉得感觉 有点像那种 survivor 滚着 躺着 躺着 就过去 但是最后 然后就 对 真的 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我希望 对 不知道未来 还会有什么 什么东西 让我们去体悟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都 我觉得包括 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对吧 对自己的 这个觉察 越来越敏锐 然后 也越来越能够 去把控这个节奏 越来越能给自己 留白 我觉得 相信后面会 会不要那种 暴击 希望不要 有这种暴击 当然如果是 外部环境 那是另外一碗事 但是我们自己的 就是尽早 可以把雷给撤掉 然后像流水一样 对吧 然后我觉得 去躺过去 真的 无论什么样 都有他好的一面 和不好的一面 其实当你真的 接受了之后 很多事情 会比自己 想象的有好得多 其实很多担心 事情 并不一定会 真的发生 是的 是的 已经发生了 你会觉得 对 那就是这样 对吧 就是说 好的东西 它不会永远在那 坏的东西 它也不会永远在那 是的 确实是 对 如果我们真的 能够有这种 平等心的话 那就 那就是会很平和了 嗯 嗯 好 我祝约你 楼年 2024年 以及后面的很多年 健健康康 其他的 我们就 随他去了 对 我也觉得 李宁老师 还有线上 还等到现在的 各位朋友 你们也 你们也都找到 自己的节奏 然后 过过自己 就是 快乐时光吧 活在当下 对 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花方 我们有缘再见 谢谢大家